如果台中只有觀光 那很難撐起一個問題 所以當我們有產業的時候 其實台中的發展 它就存在著很重要的機會 可是同時你要以產業做發展 如果你沒有一個 很好的生活環境做配合 所以我講說台中的兩個支柱 一個就是經濟讓它發展 第二個叫生活的首都 它應該在兩者定位 當你變成生活首都的時候 我們才足以吸引夠多的人才過來 台中很可惜像這兩年 它本來一路在成長 從282萬 現在大概已經降到 大概280萬左右 所以它這個城市 它有很好的基礎 但它沒有 它一樣存在著很大的危機 所以我其實所提的 比如說這一次我有機會 到台中來選市長 其實我提的都在 為下一個20年再做準備 也就是說 下一個20年的台中到底在哪裡 我們現在就應該 為它鋪陳好它所需要的元素 那這個對我來講是 看待台中城市發展裡面 我認為最核心的價值在這裡 那什麼叫做 要為20年後的台中做準備 我剛剛社長有提到 其實這幾年台中 為什麼我們會很多 像我們用電量持續上升 那是因為台商 因為面對全球 全球為中的這個架構底下 所以很多台商 台中很多台商 回台中 回台 對 所以回台之後 讓我們的用電量變成後 暴增 然後開始台中的房地產 開始上漲 其實這個都是 跟整個全球 趨勢的轉變有關係 那這個趨勢會不會停 我認為未來十年是不會停的 我認為趨勢就是這樣在走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沒有做好 這些相關的準備 這個城市是沒有辦法吸納 這樣的一種力量 力量過來 對 所以對我而言我覺得第一個 你台商未來需要土地 所以我的計畫裡面我就提了 叫中科2.0 也就是說 中科附近 就是說除了我們對台積電積極 希望他把最先進製程 留在台中之外 其實中科附近的土地 他其實應該要加以擴大 甚至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所以我提中科2.0 就希望把中科的土地 再加以擴大 讓台中的更多的這些企業 可以進到 而不是只有台積電 其他企業也可以進到這個 這個中科的範圍 所以把土地怎麼樣把 台中的工業的土地 科學園區的土地 科技園區的土地 能夠在這個階段 就很積極的來做準備 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土地準備好了 你整個交通狀況要改善 否則的話 台中會變得很痛苦 在那上班的人也很痛苦 所以你現在在講台北內湖 是這樣 對對對 我覺得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及早 不能讓台北的內湖的事情 在未來在台中再繼續上演 所以你看 我的證件裡面很簡單 因為我的捷運 我說捷運男性 我四年要讓他動工 同時一次核定四條新的捷運 就是那個捷運網路要讓他掀出來 那這裡面其中有一條 他會經過中科 所以呢 他要及早把 這個人 未來的貨跟人 怎麼去做疏散 都要整體性的 這個一併來規劃 所以台中看起來 他條件很好 因為他有產業做基礎 可是他的基礎設施 以我的標準來看 現在的基礎設施是應付十年前的 但是未來下一個十年 下一個二十年 現在基礎設施是不足的 所以篩測的問題 你看台中這幾年篩測越來越嚴重 大眾運輸系統 興建的速度非常的緩慢 其實這個都會影響 整個經濟的發展 那台中的 當我們不斷的希望 這個城市可以發展 企業可以進來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在 現在最熱門的 可不可以在永續的架構底下 我們來看待這些城市的發展 所以怎麼需要用電 但怎麼用到乾淨的電 乾淨的能源 這個其實是下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其實在思考的是 未來二十年台中 他該怎麼走 所以我基本上所提的政策跟政見 大概都還到了這個主題 剛剛副委員長提到 其實台中很大了 你到福壽山到黎山 我看都是台中市的範圍 所以你要休憩 那個也有很大的休憩的空間 那都會區裡面 其實你看到 現在台中的七期 那個輪廓是很完整的 那我特別要請教副委員長 就是說你剛剛講到二十年 台中非常希望有一個新的產業的發展的一個完整的輪廓 也就是說 在過去一段時間 台中市 從協財 協力 然後一路到現在的工具機 台中市 你看那個工具機業者 尤其在大理那個地方 那非常 他們又很團結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 他們是自成一格 然後光學的巨漏區都在台中 我每次去看大力光 嘉陵 他們都在台中 而且都發展得很好 然後 現在台積電中科 雄霸一方 這個巨大腳踏車 我看他也是實力一等一 所以 我特別請教副委員長說 台中你如果 一拉出來看 他的產業實力其實 在全台灣 他非常雄厚 所以如果你看 未來十年 二十年 台中的經濟實力 你看到什麼樣的一個 新的輪廓 對我來講其實 這些 我們現在看到的 社長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是過去累積起來的一個結果 也就是說 可能四十年來 五十年來 台中所累積的成果 但是其實他們都相對 面臨到一些困境 譬如說對工具機的業者來講 他們其實規模都過小 對 那規模過小 這個 面臨到很多 像現在新台幣 只要台幣一升值 韓國貶的比我們厲害 大家就 那個 因為毛利太低了 所以他們衝擊很大 所以他們面對景氣的波動 或者對於匯率的這種敏感程度 其實太強烈 那當然這種匯率 當然是屬於國際性的 我當市長也不能去影響這個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 透過政府的角度 譬如說我提了一個計畫 我說 應該政府去設置 這個所謂機械或者手工具 機械手工具 甚至 這個工具機 應該有一個 讓這個聚落的概念讓它成形 譬如說 大家都知道 台中是機械收 但是那個收到底在哪裡 其實太分散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去設計一種方式 就是說 讓它成為一個 亞太最重要的手工具 跟工具機的交易中心 對 就是說這個交易中心可能不是 會展中心那個概念 就展覽可能一禮拜就算了 但是二手市場 其實很多印度人都到台中來買二手的工具機 對 那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 這個工具機的中心 手工具機的中心 這個中心是只租不賣 就是我把它整理成一個很大的交易中心 停車方便 然後條件很好 然後這個從機場過來也不是太遠 就在交通重要的那個交流道的附近 所以我讓你全亞洲或者全世界的buyer 你要到台灣來的時候 你很快可以找到你要的 不管你是要買一手的買二手的 你可以很快的有 所以我的概念上一直很希望說 政府下一個階段 除了我剛剛一開始提的這些基礎設施 比如說電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供應乾淨的電 那第二個我們的整個能不能留住人才 讓這些我們現在其實要找人 真的在台中也很困難 因為你沒有足夠的這個 大家都往科學園區跑 沒有足夠的心理傳統產業 像機械業這些 我幾乎到每一個地方 大家沒有一個說他不缺人的 那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人你要幫他留住嘛 所以你看我為什麼要提營養午餐免費 六都只有台中這個營養午餐免費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透過我的政策引導年輕人 覺得台中是一個宜居的城市 那只要大家願意來台中 相對我們的企業找人就會方便 所以我提營養午餐免費 我提我四年內最少要蓋八千戶的社會住宅 然後我要比中央的租金補貼更擴大 其實這些政策我都是為了留住年輕人在這個城市 只有年輕人留在這個城市 我們所有的這些產業他找人才才會相對容易 因為你當你來台中你覺得生活條件最好 然後足科雖然有工作機會 可是你想一想這條件比較好還是老地這麼好 所以這個才是幫企業的二十年 找到那個底蘊很重要 這些其實就是我講的 地方政府 我在地方政府 因為過去我談的是政策 談的是我們要加入世界的相關的這些貿易組織 來讓我們的關稅可以降低 我們在談的是這個產業的聚落裡面 政府應該去組成國家隊 這個都是站在我立法院副院長的高度去談的 可是當我回到地方首長的時候 我必須具體去執行 在我的城市裡面 我怎麼留住人才 我怎麼幫忙大家找到更多的場地 我怎麼讓生 你要留住人才 我的生活機能要好 交通要便利 然後大眾運輸系統要完善 然後能源的供應不予缺乏 我才能讓產業來 也才能讓人才來 所以站在城市治理的角度 我一定要把這些基礎的工作做好 我才有機會 所以當你中央 你要歸於返鄉 我台中會變成最大的得利者 因為我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講的是 我必須要把這些工作 看到未來20年的發展 所以我必須要做一個準備工作 才能夠遠遠不斷的讓人才 讓資金都留在這個城市 盧 我 兔